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真正的冗生 约翰福音第六章47-51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冗生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妈那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肉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你们处在和平里吗 时光飞逝 这个世界确实经历了使都变化 负责把我们的收集 翻译成英语的译员 一直不守时 使我们在文学全教事业上 受到了始度的粗觉 我希望他们专心这项工作 就像他们自己的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祈祷福音的同工 以及我们的工人身体健康 信实可靠 我们必须死忠向神祈祷 维护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 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环境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 我们必须祈祷 当我们重新获得力量时 我们必须勤奋地工作 主在今天的经文里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冗生 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 神希望赐给我们冗生 父神已经把冗生赐给那些 信仰他儿子耶稣所成就之真拯救的人 信仰神赐给我们的冗生 我们已经获得了那冗生 对我们来说 冗生真正伟大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他希望永远不死 所以他派遣他的大臣 到处为他寻找缠身不老药 这意味着他已经事故一切可能 避免死亡的手段 然而他最终还是死了 他死的时候 希望他的大臣妻子小妾 和他的物质财富同买 因此十多人和他同葬 根据最新的出土文物 他为自己的死亡 在地下建造了一座四层高的大楼 据说皇家的陵墓方圆近两公里 他用泥头制作了十多的士兵 叫他们站岗 在这座地下的城里发生出七千名六尺高的泥人 但令人惊讶的是 所有这些众多的泥塑士兵 面部表情和衣着各不相同 你们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情 是多么的希望在死后也能永远做王啊 但是他只在五十一岁就死了 你们认为只有中国的秦始皇渴望冗生吗 全人类都希望冗生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试图得到冗生吗 人人都梦想着冗生 但这是不可能的 人类靠自己绝不能冗生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 全人类最终的追求是获得了冗生 大神把冗生赐给那些信仰主的人 我们已经因信获得了冗生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因信获得了生命 我们绝不会死 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冗生 这都是不可能的 大神爱我们 希望和我们一起生活 他通过他儿子的挽回祭 已经赐给我们冗生 这是多么美妙的赐福啊 我们获得这冗生 无比感激 神赐给我们冗生 我们成了领树人 确实我们已经拥有冗生 当然我们的肉体会死亡一次 但之后我们的肉体又会再生 事实上 我们将作为他的儿女和神生活在一起 绝不会死亡 事实上 我们在神面前已经领受冗生 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和伟大的福气啊 我们怎样才能做不死的人呢 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不死呢 我们获得冗生 既不是靠自我圣化 也不是靠某种能力 我们因为父神而领受和享受不死 这是何等奇妙的爱和赐福啊 神希望和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 这是多么奇妙啊 神借他的儿子耶稣 已经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不但已经赐给我们罪孽得赦 而且他还赐给我们冗生 这真是奇妙的福气 神单方面赐给我们这福气 尽管我们毫无价值 但这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的恩典啊 我们是不死的人 我们拥有冗生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 我们没有资格享有冗生 有时我们心里希望尽早重归泥头 因为生活显得单调法味 我们希望没有来世 然而并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 没有来世 没有审判 没有复活 还有并不是没有千禧年王国的奖赏 神说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事实上 任何事情都是根治神的决定发展的 祂希望赐给我们冗生 所以祂拆了耶稣 把冗生赐给那些 靠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因此 我们信仰的人已经获得了冗生 看来神已经把我们创造成冗生的人 所以我们成了不同的人 我们自觉存在的价值 有时我们可能把自己思维远弱而无益的人 但事实上 你我不再是无益和远弱的人 而是已经获得冗生的人 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极其重要 我也常常低估自己 重生前 有一段时间 我很悲哀 说 神为什么让我出生 和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 我拥有的一切 只是我的身体 我年轻时 常常坐在坟墓上面 陷入失无主意 心里想 如果死了 我将被埋葬在这里 无论如何 这将是我最终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即使活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努力寻找生活在这世上的原因 我仍然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 后来 我开始信仰基督教 努力过和善的生活 但进入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以后 我开始认识到过和善的生活并不容易 我发现我的罪念寓意显多 后来 我靠神的恩典认识了水和圣灵的福音 当我最初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我心里无罪了 洋洋得意 我心里的圣灵大受感动 我无法保持平静 所以我开始传播这水和圣灵的福音 希望其他每个人无罪 就像我的心里一样 我在传播这真福音时 有一件事情更加肯定 即这个时代的人 不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所以我至今一直现身 向全世界传播这个福音 为了赐给我们荣生 父神叫我们出生到这世上 另一方面 差遣他的儿子树喜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 他还记载了真理的道 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死永生的人这个事实 神已经把你我变成了绝不会死的人 事实上 神已经把我们变成了他的儿女 我们和他一起生活 自备神性 享受永远的欢乐 我们必须知道 神已经具定计划赐给我们荣生 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孽 把信仰他的我们 撕为他的儿女 我感谢神 使他赐给了我们荣生 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 我们已经成了哪种人 我们既不要高估 也不要低估 必施做的就是根治神告诉我们的道 正确地理解和信仰神告诉我们的道 你我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荣有了荣生 主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 父神差遣他的独孙子降临于世 叫我们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 以及耶稣用他的肉体所背负的十字架 已经获得了荣生 因为神希望把我们变成荣生的人 他已经用这极大的恩典披戴我们 信仰儿子的人能获得荣生 耶稣以肉身从天上降临到世上 用他的身体斩价我们的罪孽 然后他担当我们的罪孽 接受这些罪孽的审判 并从死亡中复活 从而拯救了我们 这意味着我们精神贫乏 因为罪孽不能避免死亡和走咒 耶稣为了拯救我们 再为我们生命的粮舍弃自己 事实上 如果我们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即生命的粮 是为了我们能获得荣生 信仰耶稣所做的工作 我们就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我们因此获得了真正的生命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 我们因信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能够获得冗生 只要我们在心里 相信耶稣成了生命的粮 我们就能获得新生 保持真正的生命 人不能靠吃禅僧不老药 冗生 不考虑耶稣 假设人吃了禅僧不老药 可以得到冗生 妇人和有权势的人 会早早地全部吃掉 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父神赐给我们 他的儿子耶稣 使我们人力获得新生 事实上 他通过耶稣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获得新生和冗生的真正道路 使信仰之为 成了我们救世主的耶稣 守住的工作 冗生的道路 就是信仰耶稣 受洗守住的工作 他在十字架上 死亡和复活 如果我们要在心里信仰他 信仰他的洗礼 他在十字架上的 死亡和复活 我们就能吃生命的粮 获得生命 而不会死亡 经上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战第四章十二节 这样 人只有信仰耶稣 才能从死亡中得救 人只有吃神儿子 祭生命的粮 才能领受冗生 足云使每个人 吃这粮 而得冗生 我们必是老祭耶稣 降临于世 是为了成为生命的粮 我们必是信仰他 作为生命的粮 在身体上受洗的耶稣 斩价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受惩罚 替我们受死亡的折磨 把冗生赐给那些 信仰他为真正救世主的人 你们必是知道 神赐给我们冗生的义头 信仰成了生命资粮的耶稣 为你们真正的救世主 你们必是因信吃生命的粮 享受冗生的福气 如果相信 你们就能得冗生 但如果不信 你们将领受荣远的诅咒 赐给人冗生的真粮 是耶稣 除了耶稣我们不能信仰其他任何人 依赖其他任何人 我们必是牢记和相信 只有三位一体的神 即父神耶稣和圣灵 才能解决人们罪孽的问题 以及他们生命与死亡的问题 耶稣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真粮 他成了我们生命的真粮 使我们无罪 所以我们能够永远 自为神的儿女和神一起冗生 心中无罪 你们信仰受洗 在十字架上死亡和复活 并成为我们真粮的耶稣吗 我也这么信 因此事实上 你我已经获得了冗生 所以我们不怕死 所以我们既不高估 也不低估自己 只是我们必是认识 神已经赐给我们冗生 信仰容生 把一切荣耀归于神 我们必是明白这个事实 我们信仰成了生命资粮的耶稣 已经获得容生 在韩国 每当人们乔迁新居 或者开新店时 习惯和灵芝分享年糕 人们分享年糕 是为了建立良好的关系 以及得到灵芝们的多多关照 我们重生着分享生命的粮 现在我们从事 向世界传播荣生之道的工作 现在传播洗和圣灵福音的工作 就是分享生命之粮的工作 你我的心里有生命的粮 对于我们这些持有荣生之粮的人来说 我们通过洗和圣灵的福音 分享生命的粮 事实上 传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就是从事与人分享生命之粮的工作 所以我们有了赦免人们罪念的钥匙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你我应信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之粮 而获得了冗生 现在我们成了发放生命之粮的使者 人们在听道和信仰这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获得了冗生 他们已经获得了宝贵的礼物 获得冗生不是如此奇妙的赐福吗 我们全部的福音非常的伟大 所以全部福音的事业 是一项无比珍贵的工作 主说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妈呢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死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肉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49-51节 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说 他们的祖先吃妈那这件事 发生在很久以前 所以他们视自为神话故事 认为只是他们的祖先 很早前所经历过的 某种虔诚而又神秘的事情 但我们的祖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节说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神确实希望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 叫我们得生 祂实际上确实这么做的 祂赐给我们祂的肉 希望为我们吃生命的粮 祂为我们吃耶稣的肉 我们应信吃耶稣的肉 叫我们容生 现在耶稣真诚地告诉我们 要吃祂的肉 这意味着祂赐给我们祂的肉 愿意我们得生 这指什么 祂指你我所信仰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耶稣以肉身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希望涂抹我们的罪孽 所以为了赐给我们容生的福气 祂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 用祂的肉体背负到十字架上 被钉并从死亡中复活 然后祂赐给那些信仰耶稣 既从天上降下来生命之粮的人 罪孽得赦 作成儿女的权柄 以及容生的福气 耶稣借童女玛利亚的身体出世 祂用33年人生中所做的一举 拯救了我们 祂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拯救了我们 走向十字架 担负世人的罪孽 被钉 流血 死亡 从死亡中复活和升天 确实 我们的轴把祂的肉赐给我们 为的是我们能够冗生 耶稣降临于世并没有说 无条件地信我吧 我是神的儿子 只是盲目地信仰我 事实是 祂在身体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斩架世人所有的罪孽 为得死成为生命的粮 这样 祂完全清洗了我们的罪孽 替我们担当罪孽和受神 走向十字架 结束了对我们的惩罚 然后祂从死亡中复活 把冗生赐给那些信仰祂 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的人 耶稣这样赐给我们 荣誉的罪孽得赦 因此 我们必失在洗和圣灵的福音里 认识和信仰耶稣的义 耶稣把自己视为 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 我们因信吃这粮 就能获得生命 我们必失吃拯救的生命之粮 认识神的意图 是赐给我们罪孽得赦和冗生 信仰耶稣借着洗礼 十字架上的血 及祂的死亡与复活 完全图母我们的罪孽 只有这么做 我们才能领受真正的得救与冗生 我相信 无论我们多少次反复的全波西和圣灵的福音 都是绝对不够的 从根本上讲 重要的东西必须永远强调 为了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 叫他在身体上受洗 担当世人的罪孽 走向十字架 被钉死 复活他 叫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即使现在也是 因此 当我们信仰耶稣 吃生命的粮 我们就能够获得冗生 然而 在主为我们做的工作中 我们能选择信仰母先士 和不信母先士吗 为了赐给我们生命 耶稣降临于世 受洗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拯救了我们 然而 我们可以贬低耶稣做的母先工作 而看重部分工作吗 他所做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了我们 他们都是必要的 为了赐给我们冗生 主赦免了我们的罪孽 是我们为神的儿女 我相信 主赐给我们 水和圣灵的福音 是为了赐予我们 永远的福气 你们像我一样信吗 主说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 主的肉是什么意思呢 他以肉身降临于世 是什么原因 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当世人的罪孽 并从死亡中复活 不是为了拯救我们吗 他只是走到十字架 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 我是神的儿子 我不是为复活死着吗 我为了你们准备在十字架上死亡 因此信仰我吧 是这样吗 并非如此 事实上 人们因罪而死 所以为了做神的儿女 和获得冗生 我们必须因信 吃耶稣的肉 耶稣诞生在世 接受的洗礼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他从死亡中复活的工作 我们必须因信 吃所有这些工作 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我们能够获得冗生 是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他的肉 我们必须这么信 家灵与世 是为了图抹我们的罪孽 破坏魔鬼的工作 谁是魔鬼 他叫人们做罪的仆人 使他们犯罪 罪中试探人们 和他一同陷入毁灭 但是主来拯救人类 叫他们不做魔鬼的仆人 投抹人类所有的罪孽 毁灭魔鬼所做的工作 我们必须知道和信仰神的旨意 我们还必须接受神做的工作 远远本本地信仰他们 我们得救 不是靠信仰出于人思想的教义 如拯救的教义 圣化的教义 悔改的教义等等 而是我们必识信仰 洗合圣灵的福音真理 神差遣祂的独孙子到世上 已经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 我们只有信仰耶稣 根治这计划所做的工作 才能得救 事实上 我们靠听 知和信仰拯救的福音之道 获得荣生 就为我们献出祂的肉 把生命赐给我们这些信仰真理的人 你们能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生吗 你们获得荣生了吗 如果这样 你们绝不会死 最终 当苦难降临时 我的肉体会立即死亡 我是个己性子 所以当敌基督徒的手下 想把我扔进大锅里杀害我时 我或是在他们这么做之前 就已经停止呼吸了 但是 当主再临时 祂会使我再生 那时 即使我们的肉体也会被复活 我们的灵魂已经复活和冗生 灵魂从死亡到新生 现在我们等待远入的肉体复活 我们将得到绝不死亡的身体 主说 它甚至会使我们的肉体再生 正如它复活的那样 他说我们的肉体也会复活 我们必须享受冗生 做这样的人 事实上 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肉体方面的事情 则我们确实毫无价值 因为我们总是犯罪 自私自利 然而 我确实已经获得冗生 这不是因为我自己 而是因为神 正如亚伯拉罕 因为信仰神的道 就算为他的义一样 我们也因为信仰神的道 他告诉我们 神已经赐给我们冗生 而获得了冗生 因此 我们不应轻视自己 确实我们必须自重 就像神认为我们高贵一样 我们过生活 必须持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仰和心思 我们如何用语言表达冗生的赐福呢 我感谢神赐予我们冗生 我把你们视为受尊敬的人 我认为你们不会比我更加不足 你们不受世人的束缚 而你们是神的工人 他的门徒 他的儿女 和他一起享受冗生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因此 我们必须相互尊敬 我们只是面试那些 尽管知道 却不信这福音的人 就像神灭视他们一样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仰的人来说 我们必须相互尊敬 因为我们都是受尊敬的人 至于那些不信的人 我希望他们相信 而那些相信的人 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受尊敬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 神已经使我们容生 想一想 我们将永远享受的容生吧 我们还必须相互尊敬 当我们的肉体改变时 我们或许不会相互认识 对于被复活的肉体 没有性别差异 马太福音第22章30节 如果生活在这世上的记忆 又恢复了 或许这本身就是地狱 因为我们可能咬牙切齿地说 那家伙对我做了这样那样的事 并说一些走咒的话 对于那些要下地狱的人来说 这种仇恨与走咒的愿望 依旧还在 但那些将永远生活在天堂内的人 没有这种心思 我们大家都非常幸运地 在末日里获得了容生 事实上 我们因信息和圣灵的福音 获得容生 是一项极大的赐福 值得我们毕生欢欣鼓舞 我们柔和生活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关系 即使我们失掉一切也无关紧要 因为我们已经在天上获得了容生 因为我们已经领受赐福 能够在余生和福音一起生活 神通过耶稣赐给我们容生 因此 即使我们在这世上想做的事情做不到 我们心里也没有什么怨恨 我在领受这年得赐后 最初全播死和圣灵的福音时 感觉很好 但尽管我感觉不错 有时我这样想 如果我这样生活 我的生活不是要受损失了吗 我也不该为自己谋求一点东西吗 但是因为我知道主 更多地侍奉他 我发现他在侍奉我 而不是我在侍奉他 同样 主站在我身边指导我 因此我能够跟随和侍奉主 不会失掉容生 即使现在 主赐给我容生 我还会亏缺什么呢 我的心里有满足感 正如金上所说 失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头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字六解 我心里确实饱足 这是因为我心里充满了圣灵 神的道已经成了我生命的粮 我心里确实充满了圣灵 为此我无比感谢 我很清楚你们在社会上生活得很不容易 工作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 所有这些困难都能被克服 因为我们有神的赐福 祂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是我们为祂的儿女赐给我们荣生 赐给我们永远的财富与荣耀 经上写道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 所以这些困难能克服 虽然我们可能不足 我们非常感谢被赐予了神的工作 即便不是这样 我们仍然满怀感激 我们感谢神拯救了我们 赐给我们荣生 我们感谢神 托付我们做传播祀和圣灵福音的工作 我们感谢神 允许我们和祂一起生活 因为我们已经从神那里 领受了极大的恩典 即使我们不断地和他人分享 这恩典也不会枯竭 神永远供给我们这恩典 我们赞美神 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荣耀 永远感谢神 我们依靠祂赐给我们的力量 和写明给我们的恩典 在祂面前满怀感谢 因此 我们能够热情洋溢地做祂的工作 我们因为所有这些恩典而满怀感谢 最重要的是 我们感谢祂赐给我们大家荣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